童年不幸,男友还是小白脸,分手后坚持不婚,至今仍旧无夫无子,孤独生活,原生家庭的不幸,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三观,尤其是婚恋方面,若是早年间父母关系不好,很多人甚至会选择不婚不育。 郑玉玲的名字,大家一定听说过,在上个世纪,她是当之无愧的荧幕女神,而且在演艺成绩出色的背后,她更是一位事业上的女强人,这辈子从来都是靠自己,没花过男人一分钱,而如此要强的她,对婚恋一世,却显得有些毫无兴致,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离婚的原生家庭,另一方面,就是她的感情过于坎坷。 其中第二段养了小白脸十六年的恋爱,更是伤透了她的心,曾几何时,其实郑玉玲对爱情也是抱有幻想的,奈何爱情之神偏偏没有眷顾她,诚然,作为一个艺人和生艺人,郑玉玲的成就是令人羡慕的,但如今已经六十七岁的她,依旧孤身艺人,却又令人生出几分唏嘘,现在她,过得如何了? 当年又经历过怎样坎坷呢? 1957年,郑玉玲出生,自小在香港一个朴素家庭中长大的她,家境拮据,父母又常因琐事而争吵,闹到激烈的时候,还在家里丢东西。 对郑玉玲来说,童年中充满阴影,在她七岁那年,经历了父母的离异,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,她的童年生活困苦,除了玩具买不起,甚至她的学业也因经济困断而中断。 在最天真无邪的年纪里,她不得不苦思冥想如何维持生计,这一切,都让郑玉玲对生活有了成熟的见解。 她知道,如果没有钱,就无法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,也会缺乏必要的安全感。 而在她生活最为艰辛的时期,父亲从未向他们提供帮助,所有的不堪和折磨,都需要她和母亲承受。 因此,她自小就立定心智,不信任婚姻,不信任男性,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和金钱的力量。 于是,当她逐渐成名后,大众普遍认同郑玉玲对于财富的看重。 这正是曾经的贫困教会她,没有金钱,就可能会再次面临生活的困阻。 还提时期,郑玉玲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电视主持人,她希望能攒够钱,报考新闻主持专业,但现实的门槛,阻拦了她的雄心。 1975年毕业之后,她成功加入家事电视台,开始了自己的主持生涯,尽管她那时候并未拥有引人注目的美貌。 或明星般的气质,但她却凭借自身坚毅的精神和才智,赢得了这个机会。 三年之后,导演徐克看出了郑玉玲内在的潜力,便给了她出演武侠电视剧《金刀侠情》的机会。 从此,郑玉玲的表演生涯才正式起航。 随后,她又参演了《名流情史》等时装剧作品,当家事电视台宣布倒闭,郑玉玲立即加入了无线电视台。 而这一转折,也为她的事业带来了全新的契机。 《过步新娘》是她与《转头无线台》后,接演的第二部剧目。 在这部情感喜剧中,她展现了逐渐提升的表演才能。 不过,她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毕竟当时的香港影视界,美女众多。 郑玉玲在外貌上难以出众。 好在她从未气馁,始终坚信自己的魅力和演技,一定能让人眼前一亮。 所以她积极投入工作。 1988年,她因为在《星星月亮太阳》中的精彩表现,又赢得了第25届金马奖影后。 这也标志着,她的演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同一年,郑玉玲与周润发共同拍摄了电视剧《网中人》。 这部电视剧与众不同的剧情,使这两位演员更加受到观众的喜爱。 一度被称为最佳荧幕情侣。 郑玉玲第一个被外界所知的男友,是编剧《甘国亮》。 在她们相爱期间,郑玉玲的事业和感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 譬如《亲情》、《火凤凰》等口碑和收视都极高的电视剧,就是与《甘国亮相恋》期间拍摄的。 然而就在郑玉玲事业跨步前进,身处巅峰之时,甘国亮却选择终止了与她的恋情。 究其原因,就是她们相恋的十年里,一直保持着纯洁无瑕的柏拉图式恋爱关系。 坚持不接受婚前性行为的郑玉玲,引起了公众对甘国亮的同情。 但是,若当时甘国亮向郑玉玲求婚,并正式成为夫妻,或许她们就能避免这个问题。 因此,究竟谁对错? 无法论定,1991年,与甘国亮分手后不久,郑玉玲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位,也是最后一位伴侣。 她就是吕芳。 他们两人在一起,总给人不般配的感觉。 原因就是吕芳的身高和长相并不突出,而且作为歌手,除了《朋友别哭》外,她的传唱作品极少,反观郑玉玲,那时在电影圈地位显赫。 关于她为何会选择吕芳作为男友,没人能解释清楚。 自从与吕芳开始交往后,她再次投身于忙碌生活,为吕芳拉取资源,商量合作,照顾这位不能独立生存的年轻男友。 起初,吕芳觉得自己被成功女性照顾的身份,颇为尴尬,因此感觉到心虚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却逐渐淡化了这种想法。 即便被贴上吃软饭的标签,她也默然待之,因为无需付出多少努力,就可以享受理想生活。 有谁不愿意拥有呢? 恋爱后的吕芳,开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 当她再次出现在公众事业,她的体型令人惊讶,因为她胖了许多。 这恰恰表明,她已经放弃了对自己一人形象的包装,专心吃起了软饭。 男友缺乏上尽心,郑玉琳却坚持独自工作,以支持他们的生活。 她像善良的赞助者一样,将每个月的部分收入转给男友。 而吕芳则是只需要在家中负责做饭和其他家务活动,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夫。 而公众得知他们如此分工后,纷纷猜测二人的心情感消失后,恐将会结束这段情感关系。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,两人彼此陪伴,共度了16个年头,人生中能有多长的时光,可以用16年来计算吗? 这样的坚持,让所有人都期望得到他们婚礼的好消息。 2008年,金融危机爆发,郑玉琳因投资股票严重亏损,自幼生活拮据的她,对此大感不安。 而看着男友的消极态度,她终于失去了信任感,向她提出了分手。 就这样,他们在一片期待中,不慌不忙地宣布了分手。 索性在这16年的恋爱生涯中,郑玉琳的事业再次翻开了新的一页。 1992年,她曾主持《星夜清情》,后来又在TVB的电视剧《男亲女爱》中有过精彩演出, 使得她成为香港首位双料女星。 在《男亲女爱》中,郑玉琳的风采无人能敌,搭档黄子华也沉迷在她的魅力之中。 而当郑玉琳荣获世后,黄子华并未取得世帝时,郑玉琳曾深感失落,甚至泣不成声。 这也侧面表明她与黄子华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。 也是因此,随后就有媒体爆料,她们之间存在暧昧关系。 有些观众甚至还指出,黄子华虽然经常对其他女演员,但对郑玉琳从未有过恶评, 所以她们之间必定有所猫腻。 不过,这些都是纯粹的推测,一点证据都没有。 所以,外界盛传的流言蜚语,并没有影响到郑玉琳,期间她还个人掏钱,排练了《男亲女爱》。 斗舞台剧版本,可即便她坚信轻者自轻,还是抵不住舆论的热烈。 2001年2月24日,黄子华的女友曾试图服药自杀,索性被及时发现,并得以送医救治。 这才避免了悲剧。随后,媒体们趁机大作文章,肆意渲染郑玉琳和黄子华的不伦之恋,导致郑玉琳的日常生活因此陷入困扰。 每天都有众多记者长时间蹲守在她的家门口,初时郑玉琳仍旧选择忽视,但随着非议越来越多,她不得不公开针对这些媒体发表声明, 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,生孩子,也绝对不会成为第三者,你们放心吧。 由于小时候见过父母婚姻破碎的画面,她对婚姻丧失了信心, 所以与吕芳分手之后,选择了单身生活。 回想以往,一向要强的她,从能够独立生活开始,便离家远走,并与家人减少接触。 所有的欢乐和不幸,她都独自一人沉默地承担。 如今,她甚至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葬礼事宜,表示此生已足够喧闹,希望在生命结束时,能静静地离开。 这般看来,郑玉琳的人生,充满潇洒与不羁。 然而,她财富充足是没错,但无亲人相伴也是事实。 在这个世界上,有许多悲剧和不幸存在,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,需要的不是逃避,而是直面可能悲痛的结局。 郑玉琳自知出身不好,便一直用拼搏的生活方式,来改善自己的处境。 这样励志的经历,不得不令人佩服。 如今的郑玉琳,因为已经是66岁高龄,老无所依的处境,徒增几分唏嘘。 但话说回来,谁说人生只有结婚生子才是圆满。 像郑玉琳这般肆意,切勿牵挂的人生,同样是一种幸福。